佛有这样的教育 佛子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这句话很重要啊 佛是不喜欢叫人烈腾的 一顶按不就半 步步踏实 你能成就我 那现在人学佛没办法了 统统不踏实 就是列断的 没有依照佛的规矩 一入佛门就是大臣 不可能的事情 无量寿经什么时候讲的 方登时候讲的 那方登前面 有十二年的阿罕基础 那这十二年 我们把它删掉了 不学了 那行吗 等于说读书 小学没学 一级算中学 我们犯的过失在这里 所以必须要补习 要把前面补出来 我补出来的时候 不会成就 不相信你可以是谁 到你年老了 一生没有成就的 后悔莫及了 本来可以成就的 那自己不听话了 我们把小臣丢掉了 俗活掉了 使唐朝忠义 祖师大德们 提倡的 那小臣丢翻得非常完备 这张家大师告诉我 那我们的小臣丢 跟南传巴黎文的经 去对照 大师告诉我 巴黎文经典 比我们大概多五十步点 一共三千多步 这多五十步算不了什么 那由此可知 我们这个小臣经 翻得很圆满 祖师大德 为什么不学它 随堂初期修 小臣有两个宗 陈诗宗巨蟹宗 到宋朝这两个宗没有了 那中国只有大臣八个宗 小臣没有了 祖师大德 代替小臣 行不行呢 你看 这一千七百年 它的成绩 你就知道 这一千多年来 唐朝差不多一千五百年 大臣八大宗 高僧 高僧 高僧是在家人 巨死 开悟 正果的 有啊 所以 用儒跟道来代替 没错 可是今天 儒也不要了 道也不要了 小臣也不要了 一下就学大臣 学到之后 都狂妄 自大了 又无所知 这是什么 不听佛的教会 中国人所谓 不听老人 你吃亏在原前 佛是老人 你不听他的话 你就不会有成就 他不起点 那么今天 从哪里擦根呢 决定要从 地自规 感应品 十三页擦根 如果不从 这里擦根 你学上三百年 都没用 你能不能开悟 肯定不能 你能不能得定 不可能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啊 要非常认真 努力 用个两三年的功夫 把根子尾 一定要晓得 世尊当年在世 用十二年时间擦根 那个根底多厚啊 所以当时 正阿罗汉的人 很多 都没用 死了 都没用 那一车